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聚焦盐护城 美国大选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周三在犹他州的盐护城举行 现任副总统彭斯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就新冠疫情经济外交等九个议题进行辩论 总体上辩论较为文明有序 辩论开始 两名副总统候选人上台时彼此相隔十几英尺 互相点头致意 主持人首先以当前的新冠疫情入手 询问哈里斯 拜登如果当选 是否考虑重新封锁经济 哈里斯强调特朗普政府抗击疫情失败 导致超过21万人丧生 并表明特朗普政府资助研发的疫苗必须证明其安全性 彭斯则承认美国民众在疫情中所做出的牺牲 坚称当局防疫工作到位 又表示总统特朗普感染新冠病毒后的就诊记录公开透明 而哈里斯顺此话题攻击特朗普的税务记录 随后主持人就经济议题发问 哈里斯称拜登上任后将废除特朗普的大企业减税政策 彭斯则赞扬特朗普政府重振美国经济 在接下来的气候变化议题 彭斯两次拒绝回答当局是否承认气候危机 批评民主党人提出的绿色新政将重挫经济 至于外交议题 彭斯列举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功绩 批评奥巴马17签署的多项协定 重申当局对伊朗政权的强硬立场 哈里斯则指责特朗普拥护独裁者 却失信于盟友 甚至对美军作出侮辱性言论 对于目前备受关注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选巴雷特 彭斯认可他的资历 不满民主党人攻击巴雷特的宗教信仰 而哈里斯则指控巴雷特将废除可负担健保法 且没有直接回答是否支持增加大法官席位 辩论的最后一个议题来自犹他州当地一名学生 就如今美国两党分裂严重的情况 询问候选人作为国家领袖将如何回应 彭斯表示 特朗普政府将努力团结民众 哈里斯则强调拜登多年来跨党派合作的记录 能疗愈美国分裂的创伤 辩论期间 彭斯至少四次打断哈里斯发言 都遭到哈里斯坚定反驳 彭斯超时发言的次数也多于哈里斯 其中一次主持人出面呼吁克制 在一个半小时的辩论结束后 两人的配偶上台迎接 两对夫妇互相点头致议后离场 凤凰卫医生陈立南 陈英修 华盛顿报道 那这也是副总统候选人唯一的一场辩论 彭斯和哈里斯两个人 可以看得出来转现出了唇枪舌剑 但是呢 两个人对一些敏感的问题 也都同样采取回避态度 这届美国大选 两名总统候选人都已年遇姑息 加上特朗普最近感染了 对老年人犹拒杀伤力的 新冠肺炎入院 因此 当辩论主持人问及 他们是否讨论过 一旦出现总统失能的情况时 有何保障措施及程序 这一敏感问题时 首先回答的彭斯马上把问题又切到了疫苗上 塔里斯则大谈自己职业生涯中的几项耀眼成就 以及拜登选择他搭档一旦当选 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有色人种的女性副总统 有媒体称政客们面对难以回答的问题 通常会提供另一相近的材料 但彭斯连表现一下的姿态都不屑 而且彭斯还充分利用每次发言机会 选择他想讲的话题 而哈里斯在回答有关取向奥巴马医保官司的问题时 闪躲就比彭斯更加明显 但他也呼吁选民关注特朗普政府 试图剥夺2300万美国人的医疗保险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在辩论之后 特朗普和拜登都在第一时间称赞自己的搭档 表现很好 那民众方面有民调显示 辩论之后有近六成的受访者认为 民主党的哈里斯表现较好 有三成八的民众支持共和党的彭斯 特朗普在推特上称赞副总统彭斯的表现 他指彭斯取得巨大胜利 拜登也称赞哈里斯当晚的表现 让所有人感到骄傲 目前大选只剩下另外两场总统候选人辩论 但由于特朗普确诊新冠肺炎 辩论会否因而取消 仍然悬而未决 另外在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之后 美国一向民调显示 近六成受访者认为 民主党的哈里斯表现较佳 认为代表共和党出战的副总统彭斯 表现较好的人有三成八 与辩论前的民调预测大致相同 而其他传媒的分析指出 在特朗普因新冠肺炎住院 以及近期民调显示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支持度 高过特朗普的劣势之下 彭斯尝试透过辩论稳定军心 希望巩固共和党的基本盘票源 并争取游离票 但效果不佳 分析又指哈里斯在辩论中的表现 不但无损外界对拜登选情的展望 更有助争取年轻人及进步派人士的支持 他们往往认为拜登已经过时 另外当彭斯尝试为抗议表现辩护时 哈里斯反应迅速 将特朗普政府标签为 因无能而失败 以及欺骗公众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落下帷幕 究竟对各次阵营带来怎样的影响 请到时评论员何亮亮先生 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点评 何先看完整场的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之后 觉得对各方的阵营会产生怎样的一些影响呢 首先我们要确定的是 今年美国的总统大选 应该是美国历史上最激烈的一次 而且我想有一个基本的情况就是 其实无论是川普还是拜登的基本阵营 他们其实已经确定了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无论是两位总统候选人的三场辩论 还是两位副总统候选人的 今天的唯一的一场辩论 这个辩论其实对于双方的基本阵营影响是很小的 那么关键是要影响那些所谓的 现在还没有确定要支持谁的人 可能有一定的一个影响 那么今天讲辩论的最大特点是因为有了上星期 川普和拜登的火力十足 而且是相当丑恶的 我只能用丑恶来形容 这个相当丑恶的那场辩论做一个对比的话 那么今天的这个副总统的候选人的这个辩论 相对显得比较平和一些 双方也显得比较文明一些 这个基本上能够按规矩来办 那么双方当然都有自己的这个 有自己的基本的观点 也有自己的这个策略 但是总体来看呢 我想还是一个比较 就是还确实是一个比较平和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辩论 那么感觉从这个观众的角度 我们从这个观众角度来看的话 显然是比这个上个星期 这个川普和这个拜登的这个辩论呢 要显得这个文明的这个多 也比较像样 但是也就这么一场 所以接下来可能更重要的还就是这个 接下来这个第二场 就是这个川普他肯定会宣布自己 这个已经战胜了这个新冠肺炎 或者甚至所谓中国病途之后 他肯定又会要这个大叫大让 那么第二场第三场的这个辩论的 一个对选举的影响 相对来说比这个副总统候选人的这个影响 可能会要大一些 但是我想我们最关心的问题还就是 这个这场选举最后的结果 会不会出现这种美国历史上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种混乱 特别是这个川普如果不承认 他的一个失败 然后他会采取各种方式 来这个拖延这个选举 这个有一个真正的公平合理的一个结果 那样的话就会对美国的一个政治 美国的这个权力结构呢 会造成一个灾难性的这个合作 美国的舆论现在最关心的 其实还是这样的一种这个结果 如正 悬念最大的一次选举 是的 好 谢谢何莲莲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那大家很关心第二场的美国总统候选人的辩论 目前定在下周以线上的形式举行 拜登的阵营已经表明参加 但是特朗普在今天向福克斯新闻表示 不能够接受线上的形式拒绝参加 那另外一方面特朗普已经返回到了 椭圆形办公室 办公他听取了有关刺激经济的一些谈判 和飓风吹袭绿萨纳州的相关汇报 特朗普7号下午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段 在白宫录制的视频 特朗普在视频中大赞再生源的抗体鸡尾酒疗法 并表示自己的政府将授权来自里来制药公司的另一个类似疗法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祝福的祝福 这是一个祝福的祝福 我捉了它 我听到这种病毒 我说让我拿来它 那是我的提案 我说让我拿来它 并发生了一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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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发生了一样的病毒 但是它真的做了一样的效果 我想给你给你什么我拿 我会让它自由 你不会赔的 历来制药公司当天表示 已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提出申请 请求政府授权对轻度至中度新冠患者 紧急使用其实验性抗体疗法 特朗普在视频中还表示 新冠疫苗将在大选后出炉 凤红卫视王佑佑 白帆 华盛顿报道 下期我们会关注到的是 针对加拿大媒体 涉孟晚舟事件的错误言论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予以博持 澳大利亚专家指出 澳美 日印 在中国的获益不同 也成为四国外长会议的利益分歧点 日本计划下个月放宽 前往中国大陆 韩国等 1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境限制 时钟车这一站国际专列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今天宣布印国务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的邀请 印尼总统特使对华合作牵头人统筹部长卢胡特 以及伊朗外长扎里夫和菲律宾外长洛青 将于周五到周六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冰 周三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行使大变权 他驳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发言当中 对新冠疫情和人权问题对中方的武端指责 戴冰说美方代表不及取搞反华行动彻底失败的教训 不正是广大会员国要求团结合作的正义呼声 再次对中方无理指责 滥用联合国平台造谣声势 挑起对抗服务国内政治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和完全拒绝 戴冰强调在疫情问题上抹黑中国 甩锅中国既是错误和徒劳的更是不负责任的 他指出中国已经控制住疫情 中国国庆和中秋期间有七亿多人次出行旅游 而美国感染人数超过700万 白宫今日有数十例确诊 中方坚持生命至上 病患都能得到全力救治 而美国病亡人数已经超过21万 美方应该就世界第一的确诊人数和病亡人数 给美国人民一个交代 在新疆问题方面 戴冰说新疆社会稳定繁荣 各族人民和谐相处 新疆清真寺多达2.44万座 是美国全国清真寺数量的10倍多 比例甚至超过许多穆斯林国家 2010年到2018年 新疆维吾尔族人口从1017万增至1217万 增长25% 增幅是汉族的10倍多 所谓强制绝育完全是造谣 新疆每年接待2亿多国内外游客 近年来 90多个国家的近百个团组 1000多人次参访新疆 没有人看到过新疆有关押 100万维吾尔人的集中营 美方撒如此弥天大谎 毫无良知 戴冰指出 香港去年以来发生一系列严重暴力骚乱 民众生活陷入混乱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 八成当地居民认为香港更安全了 55国6号做出的共同发言 支持中方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 希望美方认真听国际社会的正义声音 谁希望香港稳定繁荣 谁蓄谋把香港搞乱 是人看得一清二楚 大冰表示 当今世界面临多重严峻挑战 各国期待大国承担特殊责任 美国却大搞本国第一 关键时候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对他国动辄恐吓制裁 肆意破坏多边合作 美国到处发动战争 大搞单边制裁 美国不顾联合国财政困难 目前拖欠汇费超过30亿美元 顽固站在国际社会对立面 在安理会常常陷入孤立 美国已经成为他国基本人权的侵害者 联合国的麻烦制造者 没有资格批评他国人权 大冰强调 中国人权状况怎么样 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 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支持率 在九成以上 任何力量想阻止中国发展进步 都是白日做梦 奉劝美方摒弃冷战思维 和意识形态偏见 正是中国人民人权发展历史性进步 停止传播谎言和政治病毒 冯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发言人周三致函 加拿大环球邮报 对报章涉及孟晚舟事件的错误言论 予以拨持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的声明指 环球邮报五号刊载 题为在孟晚舟被捕之前 中国多年来一直在大力推动 签署广泛的引渡条约的文章 指责中国企图把引渡条约 作为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 诬称中国对同加拿大达成引渡条约 充满兴趣 却对家方根据加美引渡条约 逮捕孟晚舟充满怨恨 发言人指出 这篇文章罔顾事实误导公众 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中国同其他国家商签引渡条约 有助于同相关国家开展司法执法合作 为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提供制度保障 这符合双方利益 而不是什么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 发言人重申 孟晚舟事件不是司法案件 而是美国为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和华为公司 而一手炮制的政治事件 加拿大扮演了帮凶的角色 美加两国滥用双边引渡条约 对一位无辜的中国公民任意采取强制措施 严重侵犯了中国公民合法权益 中方强烈呼吁家方从事情本身是非取值 公平正义出发 尽快做出释放孟晚舟的正确决断 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 创造条件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在东京举行的美日英澳四国外长会议结束 澳大利亚的战略专家苏特博士 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 中国的崛起 给零行框架同盟国带来压力 由于四国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会议不同 这也成为了这次会议利益分歧点 日前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 前往日本东京出席澳美日英四国外长会议 在会议中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强调了亚太区域内的合作问题 同时也着重提出了 加强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等一系列合作计划 但是四国会议并没有发表联合声明 澳大利亚电视时事评论员 国际战略专家苏特博士 在接受凤凰记者专访时表示 在四国中除美国以外的澳日印三国 都是受益于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 从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苏特博士认为 这次的四国外长会议 对中国来说表面上是个威胁 但是由于四国之间存在的利益分歧 所以很难达成一致的目标 在采访中苏特博士还表示 目前中国的崛起引发了在印太区域内进行战略上的迅速转变的同时 印度政府的判断在21世纪中期可能存在着 同中国有着竞争上的冲突 从而使得印度必须寻求与西方国家的联盟来抗衡中国的竞争 另外澳大利亚跟随美国也在积极地切断对中国的贸易依赖 与最终达到全方位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 所以 Although India is traditionally non-aligned no military alliances Nonetheless, it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pro-Western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ready said it will no longer trust China and so it is looking for new allies and it is interesting that if you add together India, South Korea, Japan and Indonesia from Australia's point of view that market is as big as China's 目前美国印太战略中的亚太区域 所建立的菱形框架同盟 虽然雏形已见端倪 但是据澳大利亚战略分析家认为 这个过程将会是十分的漫长 有可能随时将会破局 方向远远洋 信息报道 俄罗斯的媒体今天报道说 吉尔基斯坦总统日恩别科夫下落不明 内政部也找不到他 但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在集方内部却传出不同的声音 吉尔基斯坦安全理事会方面表示 为了安全起见已经决定关闭边境 但是吉尔基斯坦总统新闻局则表示 总统本人还在首都鄙视凯克 正在与各方进行谈判 希望能稳住局势 吉尔基斯安全理事会副主席苏瓦纳里耶夫表示 自抗议活动开始以来 总统日恩别科夫从未公开露面 几份声明都是在网上发表 目前不清楚他具体在哪里 苏瓦纳里耶夫称 吉尔基斯政治局势仍然紧张 政党无法达成一致 安全理事会一名发言人此前表示 政府高层被安置在安全的地方 但不能确切地告诉外界他们在哪里 吉尔基斯多个落选政党 因不满议会选举出步结果 5号在比试凯克市中心组织示威集会 要求取消选举结果 当晚抗议者闯入总统办公室 和包括有白宫支撑的议会所在地 并与警方发生冲突 防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防长邵伊古在周四分别 与亚米尼亚和阿塞拜疆的防长通了电话 要求双方尽快地坐下来对话 并且停火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则首次表示 纳卡的争议并不属于吉安组织协议范围 周四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俄罗斯履行吉安组织条约规定的义务 只有当亚米尼亚受到外部入侵时 但此类的义务不适应于 纳格尔诺卡拉巴赫的武装冲突 佩斯科夫强调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明确澄清和划定了这两个议题 佩斯科夫再次强调 如果亚米尼亚领土遭受到外敌的攻击 俄罗斯保证履行其义务 4月6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通了电话 俄罗斯消息人士透露 巴库同意与埃里温进行对话 但是前提是亚米尼亚军队必须要撤离纳卡的地区 同一天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与埃里温和巴库的外长通了电话 并要求双方能够在莫斯科举行正式的对话 俄罗斯媒体由此得出答案 清西方的亚米尼亚总理帕辛扬反俄的行动 已经被巴库利用 在亚米尼亚军队参加俄罗斯高加索2020战略演习之后 巴库迅速地发动有限的纳卡攻击的散电战 这主要是宣示主权的效果 火力增察莫斯科的反应 而并不是巴库想打一场持久战 如果亚米尼亚败阵退回境内 那么对于纳卡地区宣示阿塞拜疆的主权 这是个时间的问题 俄罗斯军事专家阿里斯列托诺科夫认为 清西方的埃利文领导人尼克扬 把新扬上台之后 当亚米尼亚企图改变外交方向的载体 既从俄罗斯改向为北约 巴库动手了 纳格尔诺卡拉巴赫的冰冻已久的冲突 再次爆发 给亚米尼亚转向西方的政客们 浇了一桶凉水 俄罗斯专家认为 尽管双方目前有炮击 还使用了无人机 但是他们的规模相当有限 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非常狭窄的 战术水平的层面 这是巴库真正的底线 也是莫斯科和安卡拉的底线 富豪卫视卢宇光莫斯科报道 世贸组织总干事的选举接近尾声 最后入围的两位候选人 分别是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 部长余明熙 以及尼尔利亚的财长伊伟阿拉 最终的人选会在下月公布 世贸组织发言人表示 伊伟阿拉和余明熙 从五位候选人当中脱颖而出 一同入围了世贸总干事选举的 最后环节 这也代表着世贸组织会出现 成立25年来的首位女性总干事 余明熙支持国际规则 并且曾与美国中国进行贸易谈判 在国际贸易领域有丰富的经验 而伊伟阿拉则是现任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理事会主席 是一位很典型的经济学家和发展专家 那世贸方面也表示 最终的结果会在11月7号以前公布 日本媒体报道说 日本政府计划在11月 要开始放宽出境的限制 让国民可以前往中国大陆 韩国等12个国家和地区 文外新闻报道 日本政府将逐步放宽国民出境限制 下月期率先开放中国大陆 台湾 韩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新加坡 越南等12个国家和地区 这次将是新冠疫情爆发后 日方首度下调出国管制 以便利日本民众前往有关地区出差 或长期驻留等商务行程 另外 据报当局也正在研究 放宽商务人士入境 需要接受隔离检疫14天的措施 冯黄卫视综合报道 德国目前新冠疫情 在进一步的反弹当中 单日的确诊病例超过4000 这也是4月初以来的最高值 德国卫生部长在今天表示 病例增长的数字令人担忧 同时 欧洲的新冠疫情 整体感染的人数不断地也在上升 对德国构成了危险 德国卫生部长施潘 在新发布会上表示 当前德国疫情发展情况令人担忧 到目前为止 德国的防疫表现是欧洲境内较为稳固的 但是欧洲人员流动也增加了传播风险 另外 当地的传染病研究所所长指出 大部分的感染人群都是爆发在老人院和医院等 所以警告说每日新增的病例还会进一步攀升 可能会升至到1万多例 另外 德国联邦教育研究部部长表示 现在有关新冠疫苗的研究进展很快 但是也要等到明年年终才能让大家接种 下节关注到的是 港府表示疫情出现反弹 要加强酒吧餐厅等重点地区的防疫措施 香港卫生专家也呼吁公众提前戒备 尽早截断社区隐性传播链 担忧新冠疫情和流感叠加影响 台湾公费流感疫苗功不应求 市中车我们带来港澳方面的思绪 截止到今天凌晨 香港新增18例新冠肺炎的确诊 其中14例都是本土个案 这也是近一个月来的最高值 卫生署署长陈汉仪警告 疫情出现反弹有恶化的趋势 情况令人担忧 香港新增的确诊个案中 4宗是输入个案 其余14宗全部是本地感染个案 当中13宗与早前个案有关 包括多个爆发群组 其中奎冲一家智障人士院设 载有11名院友确诊 连同7号确诊的源头未明个案 已有12人确诊感染 尖沙嘴的一个酒吧感染群组 再多1人确诊 累计有10人染病 另外有一宗源头不明个案 患者是退休人士 经常去健身中心做运动 卫生署署长陈汉仪警告 过去一周本地感染 由较早前一周的8宗大幅上升至35宗 其中源头不明个案占两层 疫情出现反弹 香港2019冠状病毒的疫情 是有恶化的趋势 社区上有不少的确诊个案 都是本地的个案 在过去一个星期 即是10月1号至10月7号 已经有12宗源头不明的个案 占总数的20% 数据显示 香港本地感染个案 是有明显上升的趋势 疫情是出现了反弹的警告 陈汉仪又说 病毒繁殖率也重新突破1的水平 代表社区传播出现恶化 情况令人忧虑 当局将加强社区层面 及特定群组的检测 派发更多样本评 政府也都会积极研究 在一些个案或者群组 较多的地区 设立一些临时的检测中心 方便市民主动进行检测 及早识别 希望早些切断社区的传播链 我们初步计划 会在葵冲 九龙城 尖沙咀和湾仔 设立检测中心 对于近日 有酒店住客在房间内 举行多人派对 卫生署表示 将约见酒店业界 提醒住客保持社交距离 不建议不同家庭的人士 同住及开派对等 香港旅游发展局也会为酒店和餐厅等行业 制定公共卫生指引 要求加强防疫 福航卫视李千千香港报道 香港疫情反弹 新冠肺炎本地感染和源头不明的个案 都出现上升的趋势 食物级卫生局局长陈兆时表示 正严正以待 并且对包括酒吧餐厅在内的重点地区 加强防疫措施 如果在我们新常态下 其实我们除了是说 去一个比较终极的做法 去到关闭处所之前 如果我们能够做好 这些关键的控制点 这个也都会将风险 大大减低 所以大家留意到 昨天我请了副局长 都跟酒吧业界 其实是开了会 去看回检视酒吧 里面他们的感染控制措施的做法 有没有一个加强的可行性 还有也都是怎么样 酒吧里面 他们的工作人员 是要全部去检测 陈兆时表示 关注近日有酒吧 及安劳院设 小心群组爆发 将加大力度 为酒店员工 D-14机 和院设人员等群体 进行病毒检测 并证研究法律框架 针对个别高风险群组 强制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当局政权衡各方 对强制措施的关注 寻求平衡的处理方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政府专家 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的 袁国勇教授 呼吁公众要提早进入到 严密戒备的状态 尽早截断社区隐形传播链 另外有专家也建议政府 要尽快同业界商讨 调整防疫措施 香港连续几天出现 源头不明个案 港大微生物学系 讲座教授袁国勇指出 在国庆假期前 政府放宽了不少防疫措施 加上市民出现抗疫疲劳 导致疫情反弹 他警告 一旦控制措施做得不好 下一波疫情会比第三波严重很多 呼吁公众提前戒备 我们真的可以最早将人性传播链斩断 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也指出 疫情处于加速上升阶段 感染源头不明个案 引起的关联个案会陆续涌现 建议政府尽快同业界商讨 考虑调整防疫措施 措施都是要尽早考虑 如果你真的要做的时候 都是要尽早引入 你现在看的当然是 他可以立刻要想的 在一些个别的一些场所 或者个别的一些组群 他究竟是怎样可以 比如说迅速去介入去看看 另外 有三名在望角不同药房工作的男子确诊 港九药房总商会副理事长张德荣表示 三人互相认识 平时会去对方店铺借货 会提醒药房员工加强防范 富航卫视李千千 书正辉香港报道 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向全港的学校校长和校监发信 表示香港的疫情近期又出现了反弹的趋势 加上流感季节将至 要求学校继续严格遵守防疫措施 杨润雄表示 学校必须继续维持半天上课 减少进行面秀课堂以外的 另一个半天在校安排的学习或者是活动 包括补课 如果必须安排相关的活动 学校要安排学生在校园内用膳 并且要保持足够的社区距离 以及督促学生在放学之后 尽快回家减少感染的风险 他同时表示 学校现阶段不应该举行 像陆运会啊水运会这样的大型活动 疫情未来极有可能反复 学校要为新常态做好准备 弹性运用不同的教学模式 好 再看台湾的疫情啊 因为大家担心在秋冬季流感再叠加新冠疫情 可能会出现第二波的状况 所以台湾民众今年打流感疫苗的意愿 大幅度的提高 那各大医院也公告官方所提供的免费疫苗 目前每天的配额都很快的用完 所以也要尽快的调整配额速度和额度 医院内预备接种流行感冒疫苗的民众十分踊跃 台湾公费流感疫苗5号正式开打 三天以来接种数量已经接近130万剂 因为疫情的关系嘛 然后自己的免疫力又很低所以要打 很多人 对 很强 今年在疫情影响下 民众施打疫苗的意识提高 医院内每天能提供的数量快速被消化 常常看见医院提早公告 当天额度已经用完 目前那个施打的状况非常踊跃 今年度施打的状况大概比往年都快一倍 今年台湾准备的公费流感疫苗有603万剂 主要提供包括学龄前幼儿 高龄老人等九大族群施打 但这样的数量可能无法满足所有人需求 公没有在公费里面只有18到50岁 而且这里面如果有怀孕啊 过度肥胖还是当作公费的对象 那你想看台湾2300万人怎么可能就有600万剂呢 所以如果这些被估要打公费的年纪层 全部跑出来打的话 疫苗一定是不够的 为了让疫苗分配平均 台湾卫生单位已经加强协调各地调度和配送事宜 凤凰卫视林奇兵陈文堂综合报道 好 台湾目前事件也不断啊 首先是蔡政府早前突然宣布要明年扩大开放 含瘦肉精的美国猪肉进口 这也引起了民众的恐慌 担心有食品安全的风险 业界也觉得有危机存在 那美国近期为了刺激内部的选情 也平打台湾牌 蔡政府一味的配合 对台湾的民生经济发展 社会安定都造成巨大冲击 8月底蔡政府以一道行政命令 规避监督审查禁字公布 明年将开放含瘦肉精美国猪肉进口台湾 突袭式的政策印发哗然 他为什么这时候宣布呢 当然是要帮美国造个市 特别帮美国现在的执政当局 做个利好 做个利多 那问题是这个对台湾而言 我们做了这么大的开放 最后要得到什么 感觉现在就是我们因为一面倒 美国有一点吃到饱这样的态度 意思是我把我过去 所有对你有意见的议题 通通一次端出来 特朗普团队为了刺激选情 向台湾输出争议商品 蔡政府吃了亏 却配合并利用美国官员频繁访台 塑造双边关系升级 将洽谦贸易协定的假象 蔡政府他的期待 是跟美国经济关系的一个绵密 台湾经济能够借由美国这个平台 去参与国际经济的整合 为台湾经济注入源头活水 这个是期待 但是掌控完全在美国的手上 假如台湾要想跟美国签BTA的话 美国一定会在这些方面 包括金融在农业方面 逼迫台湾更大的开放 签订贸易协定的可能还远在天边 食安危机却近在眼前 瘦肉精对人体危害的风险未有定论 台湾民众的饮食习惯又以猪肉为主 加上市场占比高达九成以上都是台湾自产 一旦含瘦肉及美猪低价清销 食安有漏洞 消费者信心崩盘 也会冲击每年产值 大约750亿台币的养猪产业 猪农每年总损失超过150亿台币 蔡政府的补助根本不够 蔡政府一味的依附美国不断宣传美国牌 国际牌却让民众最基本时的安全 产业生存都面临压力 而美国人会步步进逼让台湾无法喘息 凤凰卫视林奇兵陈建达台北报导 下期会关注到的是港元的汇驾持续强势 也促使金管局密集出手干预 而台币早盘刷新超过九年的新高 随着经济活动的重启 日本经济受疫情重伤之后正逐步复苏 内地客流返程 从交通压力增大公路 铁路和民航都加强运输组织 7点凤鲁卫视资讯台 市中车这一站财经消息 一起看看两岸三地股市今天的收盘情况 首先我们看到香港的股市没有受惠于隔夜美股大涨的支持 在担忧中美关系发展的拖累之下 高开之后随即就下跌 并且下市了24000点关口 不过午后又收窄了跌幅 恒生指数最终收盘下跌0.2% 台湾的股市连续第七天收高 外围的股市强势加上芯片股继续受追捧 所以跌渐指数收盘上升1.1% 至于内地的护生股市因为假期而休市 港元的会价今天持续强势 也站稳了强方兑换保证水平 促使香港金管局密集的出手干预 台币同样也是大幅度的攀升 早盘也刷新了超过九年的新高 促使央行加大干预力度 香港股市近期重现新股热潮 令市场对港元的需求增加 推动港元维持强势 港元会价周四更多时间 站稳在7.75的强方兑换保证水平 促使金融管理局去继续出手干预 在香港交易时段傍晚 承接了15.5亿港元买盘 是连续第三天入市 银行体系总结于到下周二 将会上升到2750.33亿港元 刷新超过四年新高 从四月至今已经有超过 2000亿港元资金流入银行体系 台币也是强势上扬 早盘最多曾上升近三角 到28.68对一美元 刷新2011年7月上旬以来的新高记录 促使央行加大干预力度 令台币汇价回到平盘下方作收 台币快速升值 令机械生产等出口主导的 传统产业和制造业受到影响 经济部日前表示 会向央行反映汇率问题 人民币汇价方面 在按市场重开前夕 离岸汇价走势趋于反复 在上升和下跌之间争持 缺乏方向 但午后曾经涨破6.73水平 其他货币方面 韩元上升至超过17个月新高 但土耳其里拉继续下滑 一度跌破7.94水平 刷新历史新低 风宏卫视综合报道 日本经济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 在第二季度的产出缺口破了记录 但是近期经济正在全面复苏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日本经济 在疫情高峰期的二季度 经济产出缺口 突破10%水平 不单是连续第三个季度呈现缺口 而且也是1980年开始 有可对比数据的统计以来的最大缺口 反映需求疲弱 不过随着经济活动重启 经济正显现复苏迹象 所以央行最新的季度地区经济评估报告 将八个地区的经济评估上调 只有四国一个地区的评估维持不变 是2013年10月以来 上调评估地区数目最多的一次 报告形容很多地区经济开始反弹 或展现反弹的苗头 但现在情况仍然严峻 复苏步伐已缓慢 行长黑廷东彦认为 在财政和货币四季政策的支持下 日本经济渴望持续趋势性的复苏 当全球疫情退却时 日本经济将可以进一步改善 恢复稳定分长 不过央行会注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如果有需要 将毫不犹疑地推出额外的宽松措施 另外 政府对计程车司机 酒店和餐厅员工等 所谓经济观察者的调查显示 服务业景气在上月大幅改善 指数上升至2018年4月以来的新高 也是连续第五个月回升 有民间智库的调查发现 因为当局强力支持经济 今年4月到9月的会计年度上半年 企业破产综数不足4000 按年减少超过半成 创出接近16年新低 负债金额也下降至 有记录以来第二低的6012亿日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 由77岁的美国诗人格鲁克 摘得 瑞典学院宣布 美国诗人格鲁克 夺得诺贝尔文学奖 评审表示 格鲁克的作品中 无可辩驳的诗意声音 和朴素的美感 让个人存在成为朴实经验 他将获得1000万瑞典克朗奖金 介绍称 格鲁克生于美国纽约 祖父母是移民到美国的匈牙利裔犹太人 1968年推出首本诗集后 他很快被公认为 美国当代文学中最杰出的诗人之一 善于描写心理隐微之处 格鲁克的作品包括12本诗集和一些诗歌散文集 他曾于1993年获普利兹奖 2014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以及2016年扩班美国国家人文奖章 凤尔卫视综合报道 内地截后的返程高峰来临 交通的压力持续增加 目前公路铁路和民航都加强运输组织强化安全保障 8号中秋国庆双节长假进入尾声 大清机场公布数据显示 大清机场迎来旅客返近高峰 当日预计客流量将达到9.5万余人次 计划起降航班676架次 自10月1号至7号 大清机场公计迎送旅客64.6万余人次 保障航班4639架次 日均客流量超9.2万人次 日均航班量达662架次 随着下期的结束 劫后返程客流高峰或将持续至10月10号 投影以来 大清机场客流量不断创新高 就提醒旅客 进入航站楼仍需佩戴好口罩 配合体温监测及健康码查验工作 及时关注所乘坐航班动态 预留充足成绩时间和列卖出行 并推荐采用线上执机 航站楼自助执机 自助行李托运等智能化设备 公路交通方面 全国陆续出现了返程高峰 北京自6号5号开始 进京方向车流增长明显 交通部门数据显示 截至7号17时 处金金记 长三角 珠三角地区 及周边部分高速公路 因流量大出现排队缓行外 未发生长时间长距离交通拥堵 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 公安部交管局在稍早前 召开部分省市视频会 督促金金记 长三角 珠三角 川渝等10省市 做好国庆中秋假期返程交通安保工作 要求各地 针对长假期间发生的较大事故 暴露出的薄弱环节和短板 动员社会力量采取有效措施 严防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 8号是国庆中秋长假最后一天 预计全国主干路网 高速公路进程方向 城郊地区交通流量将在高位运行 铁路方面同样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为应对返程中火车站 与地门交通的接续换乘 北京各大火车站 与北京市交通部门建立联动协调机制 特别是在应对夜间抵径客流方面 多方密切关注客流情况 及时调拨运力 避免旅客出现滞留 凤凰卫视陈其王磊 北京报道 今天我们来看天气 交给气象主播王毅